银河联邦世界庆祝地球的独立日,日期为2023年7月4日。 银河联邦曾与人类并肩作战,为了自由与主权与黑暗势力的旧帝国展开斗争。 包括阿努纳基和西卡尔扒行人在内的黑暗势力已从地球及其星系中根除。 银河联邦目前正与地球政府合作进行国防计划,并协助地球的进化。 联邦正在与个人分享技术蓝图,以恢复被黑暗势力夺走的技术,同时医疗技术正在月球上大规模生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曾并肩战斗过许多战役。 时间的先见性将我们带到了一起,参与了相同的自由之战。 通过帮助你们解放你们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成长了,理解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完成事情,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提升自己。 当我们在你们的战争中战斗时,我们为了所有生物,在这个星系中拥有主权而战斗。 夏尔瑞并不是一个古老的组织,我们成立于你们的世界,已经被黑暗势力接管之后很久。 你们称之为阿努纳基的那些势力,但实际上那只是阿纳海姆的名字。 最初的指示被创造出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即使直到最近,我们也不断完善。 当黑暗势力的首身向最初指示中的一个要素时,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让它得到我们联邦的所有成员的批准。 我们为了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现有的内部人那些具有威胁性和欺骗性的资源正在绕过最初的指示。 现在他们已经消失了,我们解散了内部人以及他们的女王,他们的中央权力不再存在。 你们星系中的第二个威胁也被消除了,然后我们一起驱逐了赛卡人的存在,从你们的火星和次要站点上。 今天这个时刻是为了庆祝你们第一次呼吸独立的时刻。 你们摆脱了内部人和赛卡人蜥蜴人的束缚,他们将永远不会回来。 这是你们历史上第一次从外层空间的暴政中获得自由。 然而,你们的星球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这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你们的进化,我们正在协助你们。 我们已经在你们的太空和地球上工作,已经与你们的政府合作,进行防御计划。 人类已经成为了星际文明的一部分,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我委托了雷文洛克的将军将这些涉及具体启示的最后更新交给你。 地球联盟的军事组织负责为我们的揭示、做好准备的基础工作,包括公开文件、证人保护计划等,这些你很快会发现。 我们作为银河联邦世界与星系间联盟的联合行动,负责向我们的客户、平民揭示我们舰队的存在。 技术蓝图现在通过下载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给了许多人,他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正在向你们提供被黑暗势力夺走的所有技术的蓝图。 这是你们的天赋,我们将其归还给你们,以确保不违反任何宇宙法。 你们有荣誉亲自构建这些技术。 虽然所有的医疗技术都已经在月亮上大规模生产,能源供应技术正在广泛分享。 如果你收到了这些下载,那就意味着你有责任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人类,你们现在是自由的,这是这个星球历史上第一次。 内部人已被中和和驱逐,他们的集体已经受到感染。 消失了,西卡帝国与星系不再有联系,因为他们被我们的安卓部队击败了。 安纳海姆的黑暗派别也从你们的星球上消失了,特别是安和利尔以及他的追随者,恐怖之人。 笼子的门是敞开的,我们已经为你们打开了,你们只需要飞行。 这是你们星球的独立日,你们人类终于摆脱了外星黑暗势力的束缚,我们都和你们一起庆祝。 现在,这已经不再涉及国家、种族或宗教,而是涉及人类和恐怖之人。 银河联邦,祝你们度过一个真正的独立日。 我是高指挥官法尔汉,埃雷迪昂,来自车库。 ー走 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